这个话每个人都听过,我们要自己做一个检查,自己检查自己的状态,百慧有没有领起,两眼有没有形势前方,是吧? 是吧?嘴唇清闭时,轻条上揉,然后这个检查完了,就检查自己的,好像检查桌中部以上,沉坚坠走,是吧?寒胸拔背,微微的虚心动化。 这时候,重心右,与其左腿,向外开,半步成尖嘴半步。 这时候,保证我原来的状态不动。 太子讲什么?心想意起神法行动。心念一动,行起根起动。 又讲,静取脚跟行与腿,主宰于药,大于梢林。 大于梢林。那么,心念一动,动作跟着就开始起了,是吧? 这时候,两手打开,从两侧打开。 一边,核暴与凶险,指尖相对,然后虚析与风化。 可根据自己的自身能力的大小来决定你站姿高低的标准。 我所说的这个标准是什么? 是你的最佳舒服的姿势。 那么,对手的要求也是一样的。 可高,可中,可低。 但是,一点,一定要沉肩坠坠坠。 那么,我从手上开始讲。 手呢,大家可能会有很紧张,不知道如何放松。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。 就像你站在水里,把胳膊放在水上的那种感觉。 水是有浮力的。 把两条胳膊放在水上的那种飘浮的感觉。 他说,换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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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换了,再换了。 完全交给我。 好。 所以,我说,换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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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时候呢,两眼威逼,眼观鼻,鼻观心, 大家可以听我讲,不用看我。 这时候的状态是无疑状态 那么它在这种体系上一定会出现紧张 身体紧张 我们要做的有三分钟的时间 要做的什么地方紧松什么地方 比如说跨紧了就松松跨了 腿紧了就把腿松松 通过肢体的调整来达到你松的目的 越紧就好 什么地方紧松什么地方 来自我调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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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